我们的存心念念为七百万人的福利作祥 这个善大了 可是如果你要是为整个广东神作祥 为全国作祥 为全世界作祥 那这个善就更大了 但是如果要比法身菩萨呢 我们这么大的善 为整个世界人作祥的善呢 还是半还不是满 为什么呢 法身大死 其心动念是净虚空变法界 不是为一个世界 不是为一个心系 我们讲太阳系 银河系 不是 那还小 法身菩萨 其心动念呢 是为净虚空变法界 所以 人家的底因地之善 都不可思议 都无量无边 这个道理 四十真相 我们一定要懂得 怎样去学 古圣与鲜血 祝福菩萨 修集大善 末后这一段 讲到难易 何为难易 说到这一条 廖凡先生 先引用 儒家 讲存阳的功夫 先如未可己 需从难可处 可将去 父子论为人 一跃先难 先要从难得下手 容易的 自然 就都做到了 所以他说 古时候 儒家 讲求 克己的功夫 克己的功夫 烦恼 稀奇 要从哪里做起呢 要从难克服的地方 克己去 比如 我们一般人 有人 贪 爱财 有人 好色 贪色 有人 好名 贪名 每一个人 烦恼 稀奇 不相同 我们下 我们下